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对老夫妻同年同月 相差十天 同一时辰出生 都是九十八岁 更难得的是今年是他们结婚整整八十周年 爷爷叫贡木木 奶奶叫刘修喜 我们来到江苏省丹阳市延陵镇柳如村 就是要参加他们结婚八十周年的庆祝 我们到时老人的子孙们陆续都回来了 这会儿老人正和小辈们一起在商量着怎么庆祝 现在这有十代人 你感觉过心呢 我是第三代 这老人家的儿子 女儿是奶几位 我是小儿子 您是小儿子 大姑妈 我是二姑妈 你是老人家的大女儿 二女士 然后就是 第三代 这是我们上海回来的大哥 上海回来的 二哥 这是二哥 那现在是四十同堂 老爷爷全都能认得出来 能认出来 你看98岁闹得特别清晰 对 特别清楚 公公不中间闹 爷爷 您都不高兴 高兴 高兴 您都高兴 按照老人的意思 结婚纪念日不要太折腾 只要大家聚在一块热闹热闹 所以小伯们决定 准备一些老人爱吃的东西 图的是个团圆和开心 分好工大家就分头去准备了 老人居住的柳如村 始建于南宋年间 是典型的江南榆米之乡 也是有着悠久历史 和深厚文化积淀的果村 更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 走在村里 茂蝶老人随处可见 你不要看他们的年龄 都是87 八十六年了 八十多了也到 八十七了 老人家人 八十七了 您呢 八十五了 八十五 他跟他是夫妻两个大 那也比八十多了吧 八十七 你去问一下 你现在玩这个东西 慢一点 您刚刚八十七是吧 八十七 你想到现在玩这个东西 四小时 我们身上上司的婚事 人家写什么字 上司写什么完联 他就八十七岁 只想到硬邦邦的 虽然村里长寿老人很多 但贡木木和留休息老人 是夫妻同在老人里年龄最大的了 所以老人的儿女们也都是很自豪的 老人的结婚八十周年纪念日 也觉得应该庆祝庆祝的 她是老人的大女儿 贡雨清 平时主要是她陪在老人身边 照顾日常生活起居 所以对于老人爱吃的东西 她是最清楚的了 在当地有秋冬季节给老人吃甲鱼进补的习惯 甲鱼养殖户吴国志告诉我们 当地甲鱼特别好卖 尤其是中秋节 元旦和春节期间 她这里的甲鱼都供不应求 现在天气凉了 甲鱼不是很活跃 如果愿意 还可以自己到养鱼堂里挑选甲鱼 这吃牛肉的甲鱼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我好像踩到一个 甲鱼啊 有一个圆的东西 硬的 圆的都是甲鱼 是吧 水凉了 要是高温的时候 下水半个小时 就整个网都拉不动了 都是满满的 因为水温它降到18度以下 它就不怎么活动了 甲鱼对于周围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 当外界温度 降至15摄氏度以下时 就开始停止进食 潜伏在水底泥沙中冬眠 不要按住了 这个还不小了 这个 这个手不要到前面去 不能到前面 在后面 要跑了 来来来 他脖子刚刚歪出去了 一个不小就被他咬住了 好险咬到我 那如果您的手被他咬到了之后 怎么办 那你这个 你真的慢慢地让它自己松开 慢慢地等 你还不能拉 越拉一块 那块就绝对没有了 你不用怕 他咬不到了 他不干净 你看他这个眼神 他生气了 不不不 不不不 我感觉他喘气的声音还挺粗的 甲鱼生性凶猛好斗 吴国志告诉我们 他养殖的甲鱼还保持着野性 如果是夏天甲鱼跑得特别快 供宇清要给老人买好的甲鱼 回去庆祝结婚纪念日 那什么样的甲鱼是好的呢 甲鱼的要用价值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张仲景的神农本草经中都有记载 作为食材民间说甲鱼的肉具有鸡 鹿 牛 羊 猪五种肉的美味 素有美食五味肉的美称 给老人买这个补生鱼买宫的不要买我的 这个甲鱼的宫馍怎么分 尾巴超级全边的都是宫的 这个尾巴在全边如果是像在里面的都是宫的 买个宫的一斤钟左右炖汤 炖汤如果说是男性的话 你放点这个黄芹还有少量的人生 如果给女性的老人你放点狗鸡给红爪 把汤一定要用砂锅炖 千万你不要用鱼锅 炖汤不能给予一个小时 不能冰予一个小时 因为你给予一个小时 假日里面的营养骨头里面的骨髓你没有熬出来 买好了甲鱼 贡雨供宇亲还要赶着回家给老人做饭 这位是老人的小儿子贡雨生 和老母亲的感情更亲一些 她来买母亲最爱吃的点心 我妈小时候就喜欢吃这个 她家做这个东西的 所以现在还运气都要吃这个 她进来买这个金刚 要打理 打理有的 打理和要先做的 这种点心在当地叫金刚寺 更普遍的叫法是金刚旗 苏州上海一带则按照它的外形 给它起名叫老虎脚爪 过去是苏浙户一带居民的日常点心 会有人骑着自行车沿路叫卖 也曾是出门携带的干粮 做点心的师傅叫吴索中 这家店在这条街上开了十多年了 他做点心也三十多年了 金刚旗用老面发酵的传统方法制作 可以帮助消化 据说以前当地有人胃痛起来 都要买老虎脚爪吃 在过去 店家早餐卖完大饼 为节约煤球要封炉 利用大饼炉内还有的余火余温 点心师傅就将做烧饼多余的食心面团 捏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先贴在炉堂里 再封炉口 因为余温有限 所以不能太大 一般只有拳头大小 如果要个头大的金刚旗 就要特殊定做 经过微火烘焙 金刚旗变得外酥里香 除了做金刚旗 无所中还做很多其他的点心 最受欢迎的还有伞子 摊平面团 由边缘逐步向中心划开 再用手把面团粗条搓细 逐层盘在盆里 每层之间必须涂油 防止粘条 据说在春秋战国时期 寒时节不生火期间 大家就吃提前炸好的伞子 叫寒炬 苏东坡曾写过一首名为寒炬的诗 先手搓成玉树荀 碧油煎出嫩黄身 夜来春睡无轻重 鸭扁家人缠臂金 寒时节现在已经没人过了 但与这个节日有关的伞子 却至今是人们喜爱的点心 要这样反复揉搓几次 使面条越来越细 浸泡在植物油中 放在太阳下晒一两个小时 在面条恰到好处时 将面条绕在手上 像拉面一样撑开 再用两只长筷子穿过手上的面条 双手各执一只筷子 放入油锅炸制 边炸边将面条撑得更长更细 油温一般在220摄氏度左右 炸到一定火候时将面条对折 这一动作很重要 对折动作太猛或火候太大 伞子容易折断 反之则对折部分太粗不脆 油伞成型后 要在油锅内翻动 使色泽均匀一致 炸伞子至少需要两个人协作完成 是一项劳神费力的活 平时吃买小的金刚旗 办事时就要买这种定制的大的 喜庆吉利 虽然别的儿孙们也回来了 但大家不想因为庆祝 就影响老人日常生活规律 中午的这顿家常饭 还是由最了解老人的大女儿 贡雨卿来做 她就住在老人的房子旁边 方便照顾他们 贡雨卿今年已经74岁了 她的儿媳妇周双美 每天来给她搭把手 一起照顾老人 儿子家女儿家都不肯去 老爸老妈都不肯到城里去 她一直都住在乡下 这个酒房子里 有一次我带她到城里去 她在那个藏户的玻璃上 做到她的人影子里 她就看藏户往外面走 哎呦我吓死了 那就 我叫哥把她住一个晚上 就带她回来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奶奶近几年时不时有点犯糊涂 但身体还是十分硬朗的 去年还是爷爷主要照顾着奶奶 但最近爷爷的眼睛 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 但思路十分清晰 老人家吃得简单 但有荤有素 重要的是老人喜欢喝点黄酒 而且是老两口喝一杯酒 吃东西呢 吃东西您喜欢吃什么 我啊 我主要给他们 我就是酒 喝酒 我喝一餐酒 然后看您还喜欢吃肉是吧 吃肉啊 哎呦我 我老是你去应该打冷室 要吃酒 吃这不够了 到那时候我还整起来 老人家喜欢喝上几口当地的黄酒 家人们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到老酒房里给老人买酒 现在正是新米丰收 开始酿酒的时候 我们也跟着周双美去看看 这黄酒是怎么样的 黄酒含有丰富的营养 被当地人誉为液体蛋糕 丹阳制作黄酒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唐代诗人李白游历江南时有诗句 南国新丰酒东山小祭歌 新丰酒就是今天丹阳黄酒的古称 丹阳制作黄酒 要先将常温浸泡过两三天的糯米 进行蒸煮 把生云比 过到这个上去的脂肪 要大喝 十分钟左右 这看似简单的步骤 可是大有讲究的 米和水的比例要掌握好 水分太多 煮出来的酒颜色浅 酒质不好 水少的话 黄酒容易变酸 蒸得不熟 生淀粉会影响下一步的糖化 蒸煮过头 米粒粘结成团 不利于发酵 蒸煮后的米饭 必须迅速冷却 叫淋饭 把温度降到三十摄氏度左右 适合发酵 冷却要迅速均匀 不产生热块 淋饭也增加米饭的含水量 使米饭表面光滑 易于半入酒区 这个我们老做法 一定要掌握温度 这个是把雀 一样雀 放到米饭里的本菌 黄酒的米 它要用氓氓发酵 大么高小么 发酵之后 成为氓氓 种击挖成一个洞 菌出来 就烫到这个洞上 如果要是弄激湿了 它温度会回复不出去 黄酒要经过两次发酵 包括前发酵和后发酵 前发酵是使米饭中的淀粉 转化为糖类物质 已经有液体了 闻它不是酒的味道 它是那种甜甜的味道 能尝一下是吧 会喝醉吗 不会的 这个不会 到现在还不能醉是吧 这个酒精都止的 没酒精在里头 它是甜的 它不是那个酒的辣味 都是米粒米粒的糖粉出来的 弄米粒糖粉高下的 把刚才的温度质掌握住 它就提了 温度质它就没得这么提 温度质它就量一半不肯出来 脂肪不够管发酵 发酸 后发酵阶段相当缓慢 需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黄酒不是直接蒸馏 而是要压榨 现在这种木制压榨工具 已经很少见了 主要是传统的木榨出酒 效率低 但黄酒的品质更好 这套老的压榨工具 是贡瑞园从别人那里买来的 有多少年的历史 他已经不知道了 贡瑞园的爷爷和父亲 曾经都是酿黄酒的师傅 他也继承了家里酿黄酒的传统 靠酿黄酒为生 压榨出的酒液经过风口之后 要上锅蒸两个小时 叫煎酒 除去杂味 确保黄酒质量稳定 新酿制的酒香气淡 口感粗 经过一段时间注存后 不但香气浓 而且口感纯厚 色泽会随注存时间的增加而变身 谢谢老师 走了 打好酒回家 正好是老人每天打拳的时间 吃完午饭 睡过午觉 供木木老人都会在房前打拳 老人年轻时是村里迭罗汉的好手 迭罗汉是过去 当地每年正月十二庙会时的表演项目 而老人就是迭罗汉最下面的那一排人 从年轻时就练就了一副好身手 白虎十年 什么叫白虎十年 白虎十年 我给你白虎十年了 给你白虎十年了 给你两秒杀鞋 那您这一辈子是 是您听奶奶的还是奶奶听您的呀 我听她 你听她的 奶奶 奶奶当骨 当家 当家的 她出这地方学我啊 骨房比我好 我去走 去走地 她用没用地 她隔着去 她修了 您是心疼奶奶是吧 然后让着她 都是让着她 什么东西都让着她吃 就现在也是 这时候厨房里也开始热闹了 这位是老人家的长外孙 从小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 也学会了些外婆的好厨艺 今天几道重要的菜都是由她掌烧 供宇清买回家的甲鱼 已经收拾好了 要先用水焯一下 再用砂锅熬汤 只需要简单的葱香调味 越是美味的食材 越是要用简单的烹饪方法 汤一定要至少熬至一个小时 鱼头豆腐汤 也是当地秋冬季进步的家常菜 最重要的是鱼头鱼尾都要下锅 当地讲究有头有尾 先将鱼头鱼尾分别煎熟再添汤 盖锅大火熬至 等鱼汤变白再加入豆腐即可 扇丝面是当地老人过寿时要吃的 虽然今天不是祝寿 但儿女也希望老人长寿 面条讲究要自家儿女亲手擀面 老人的大女儿和小儿媳 虽然会擀面条 但没力气 两个人轮流坐 焦头还是要由长外孙来坐 我从小因为在我外婆家长大 那也脱水了一点 那这个呢因为脱水以后呢 因为在外面跑嘛也比较忙 所以也难得能有这么功夫来做一件菜吧 所以做的可能也不是非常道地 还得让他们去品尝品尝看看怎么样 菜也主要是老人爱吃的秋冬季节补身体的 既要清淡美味也要好焦容易消化 糯米方糕在当地是家人聚会必不可少的 少量水均匀点在糯米粉上 如果水多了 糯米粉成团口感不好 水少了方糕容易散 点好水要在太阳下晒一会儿 将晾好的糯米粉再次搓细过滤 为了蒸出来的方糕上自己清晰 要将最细腻的一层均匀铺在最靠近模具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就可以直接装进方糕盒里抹平 这套老模具也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了 村里谁家有什么大事要做方糕都会来借去用 到过去的时候还是有事情过年风和风年过去的时候才做这个东西 平常不是不做 人家房子造好的时候 人家团圆的时候也吃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一个一年不是一年好就蒸一个糕 方糕要上锅蒸大约二十分钟 其他的菜陆续下锅了 因为老人家休息得早 所以大家忙着尽早开席 这时门口突然热闹了起来 村民告诉我们 这是柳如大刀表演 大刀过去是和蝶罗汉一起在庙会上表演的 爷爷经常念叨着想再看看这些表演 但是蝶罗汉需要杂技技巧和武术功底 很难恢复 所以村民就准备了大刀表演 让老人家高兴高兴 听说我们老大爷和老奶奶 结婚八十年了 爷爷以前是蒸罗汉和爪大刀的航手 所以说我们为了得到他的指导 学校的一支大刀队 特别为过来为老爷爷和老奶奶助兴的 这是学校的小学生组织的 对 这群孩子组队比较仓促 才练了三次 宴席也正式开始了 虽然大家平时都常回来看望老人 但像今天聚得这么奇 也是很难得的 两位老人相濡以沫八十年 如今四世同堂 老人格外高兴 多喝了好几杯酒 在国外 有些国家把结婚八十周年 叫做橡树婚 意思是说 两个人的爱情如橡树的根基一样坚定长久 一张全家福记录下这令人难忘的时刻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生活在京门的人有什么尽孝的小妙招 您听说过给猪听音乐的吗 不仅如此 这些猪还有固定的作息时间表 这些猪和尽孝的小妙招有着什么关系 这里的孝席 用十年碾出来的米 和普通的大米有什么区别 这种鱼是做出来的 四万年碾的 张河水库里的鱼 怎么做才好吃 最后放大蒜 去腥 然后提香 您见过有人不坐飞机 飞在半空中的吗 下季香土 走进湖北省金门市 看尽孝有妙招